歡迎來到Jank Channel 我是小N 今次我們會分享 菲律賓宿武之旅的其中一個行程 在行程的其中一天下午 我們來到Sibu Ocean Park 宿武海洋生物館 在影片開始之前 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給個like 和留言給我 最好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 雖然宿武是一個四面雲海的島嶼 海洋資源豐富 不過為了令到遊客和小朋友 有一個安全適當的位置 吸收海洋知識 有關當局 就在2019年年中 開了宿武海洋生物館 我們在酒店 就叫了Grab來到這裡 或者坐巴士過來 在下午2點半 海洋生物區 有一個位置的時間 我們現在剛剛好是2點半 所以就過去看看 Sibu Ocean Park 有三大樓層 在地下是淡水叢林區 在2樓有海洋館 雀鳥表演場地 還有Fish Spa 如果去到3樓 還有很多魔鬼魚和鱷魚 經過天空江魚花園 我們就可以去到海洋館裡 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種類的魚類 包括同樹林區的海洋生物 和其他不同種類的海魚 我們去的時候正值是聖誕節 所以在水缸裡面 還看到聖誕樹的裝飾 連海洋館裡的位置員 都穿了聖誕服飾 真的很有聖誕氣氛 我們在水缸裡面 看到這個潛水員 不斷地跟我們揮手 原來他在抹魚缸 在這個主池的位置 大家還可以看著大魚缸吃東西 在香港的海洋公園 大家都可以看著大魚缸吃東西 大家都可以看著大魚缸吃東西 包括海洋公園吃東西 就貴一點 大家如果想去一下 腳的死皮 都可以來這個Fish Spa坐 下面在這裡 讓魚仔咬死皮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我們剛剛講得及來看雀鳥表演 這個表演 超級好看的 這個雀鳥表演都非常精彩 建議大家要預留時間來看 這雀鳥很厲害 我們看完雀鳥表演之後 就出到天空江湯花園外面的Touching Pool 摸一下海人生物 例如海星、海參 還有不同種類的海蛋 這條就是Box Fish 我們現在走到地上的淡水松林區 我們現在走到地上的淡水松林區 看淡水魚 我爺爺說這些叫做龍桃珠 哇!這條魚很大呀! 你看看這個形式的多搞笑 你們看到那條蛇嗎? 可以! 我爺爺現在就 Pas下水桃珠 我爺爺ョ鵝捕魚 上媽媽的 Betsa 我爺爺爺 suck 他們就把煞鵝捕啦 我爺爺爺小就吃en 那個撒嵡 它就沒有吵我呀 你覺得滑鵝捕 hours 超級超級好玩 玩了兩個小時 最開心餵了小鳥 剛才有小鳥站在我們頭上 我們現在準備離開 這裡有一棵聖誕樹 因為今天還有聖誕氣氛 十月二十八號 我們離開海洋館之後 就過了去對面馬路的 在SMC Side City行商場和吃晚餐 SM Mall是菲律賓華裔企業家 C智成在2006年創立 而SMC Side City 亦是SM集團旗下的商場 這個商場超級大 對呀 它是宿務最大的購物店 小M追著媽媽要買髮夾給她 所以現在我們走進商場去找髮夾了 我們買完髮夾之後 就找車回去酒店了 我們走了在商場裡的的士站 打算找車打 不過這裡的人全部都在等的士 幸好這裡也有人在協調 派了一張醜給我們在等車 Crap 我們現在找不到 因為現在是peak hour 很多人搭的士 我們試試排一下的士路 要排多久 最後我們搭足的泥溫車回到酒店 都算成功回到酒店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